爱股将绝处逢生 你还敢信吗 散户而言 这里哪里是股市 分明是炼狱 只有层出不进的 各种酷刑 好 那么对于当前的盘面 我们做一个快速的梳理 日开的话呢 急于下跌 上午盘的话呢 一度到2904 急于新低 那么新低之后又新低 而且的话呢 个股呈现的是涨少跌多 市场一片惨难 但是在惨难的节点内部 他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那么咱们细细讲来 那么个人的态度的话呢 那么在本周的下半周 更多的留意市场再度商言反弹的剧情 重点在于如果说发生了反弹 是新的老乡别走 还是真正机会的展开 需要重点去跟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日开而言 新的一笔下的下行序列当中不断新低 没有见到底分型之前 没有站上五军之前 那么呢 你是不能认为他直接的 好 只不过什么呢 连续这样的调整的话呢 他有向五军方向去靠拢的需要 至于说靠拢之后能不能展开反弹 咱们后面的话呢 需要跟有没有方向 有没有量能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个人会认为将要呈现的是 嗯 确实逢生的剧情呢 这里面我们从不同级别的视角来就看待啊 结合了市场情绪 那么从列出了这是商人指数 从3004点位以来的 一分钟走出图 那么在这个一分钟走出图当中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分钟级别的趋势下跌 好 那么一分钟趋势下这个位置呢 处理过之后 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好 一分钟的 中枢构建 一分钟中枢构建过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一分钟中枢标注出来 当前一分钟 第二个中枢大币的向下离开 这个离开和前面 小B的进入 小B小C和小B比 小B他们两者相比较来讲 背词关系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当前呢 只是关系一分钟 反一分钟层面的先段反弹 能不能把前面这个一分钟中枢给越过去 如果说连一分钟中枢都接触不了 对应的还是很弱 还是要基于心底的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向上 对应的能把这个一分钟中枢给越过去了 一分钟结构 率先发生转折 我们再期待五分钟的转折 为什么说这个位置将要 瘸处逢生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原因 很简单 一分钟从3004 它是一个趋势下 而且呢 当前是属于小C段的离开 小C段呢 和前面是背词的一种状态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放在五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他当前呢 也可以把它处理成五分钟的趋势下 新的向下离开 这个离开的话呢 对应的我们这样进行处理 这个位置呢 是第二一个五分钟中枢勾建 然后呢小C的离开 好 那么前面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处理 这第一个五分钟中枢 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好 第三个 可以了简约这样去处理 它不够严谨 但是不妨这样处理 把它看成第三个五分钟中枢 那么第三个五分钟中枢 对应的 因为这个位置呢 相当时终没有把前面的中枢下延 三零准确讲是三零一三 但是咱们前面呢 多次讲到的一个区间 三零一零到三零三零 始终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的话呢 对应了 它还是是属于五分钟 三脉三脉的这样的视角 新的中枢勾建 那么呢 基于打新低过周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是五分钟向下趋势的延续 那么五分钟大A 五分钟大B 五分钟大C 当前呢 是小C的小D的离开 刚才呢 已经看到这个小D的内部的话呢 它已经有一分钟的趋势下 而且的话呢 内部是有被词的 如果说呢 任何级别的行情的转值 行情的从弱到墙 从低到涨 它一定率先从最小 更小级别来开始演化 那么当前的话 跟踪的世界 例如说像今天 上午盘也好 今天下午盘也好 这两天 重点考察的是 这一段三千零四以来的日线层面 它已经是一笔下的序列当中 等待底分 但是呢 内部 它是一个一分钟趋势下 而且呢 是属于趋势结构饱满 当前呢 先观察日内来讲 先观察 它能不能把这个一分钟中枢给约过去 如果一分钟中枢约过去 之后的话呢 观察五分钟线段的生长 以及那能不能把前面这个五分钟中枢 最近的五分钟中枢给约过去 能约过去 那么呢 还可以期待 从3174这样进行处理过 之后五分钟趋势下 随时结束展开新的五分钟 向上升上的可能 它是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一分钟先转强 把这个一分钟小平台约过去 然后的话呢 五分钟能不能进而引发五分钟结构转强 把这个五分钟的 最近的五分钟中枢给约过去 怎么才视为约过去呢 例如五分钟层面来讲 先把前面列出2976约过去 其次的话呢 进一步的把前面的列出像3000 04的位置能不能再上3000 其实呢 对于此数来讲 不管它跌多凶 多么让人的悲观绝望 其实呢 一两根阳线可能180个点 一两百个点 对应了 重新拿发重新再回购到3000点 我个人认为也是很轻松 并不困难 重点是能不能迎来赚钱效应的延续 这个核心 好 这是对于商政指数不同级别的视角 个人的观点呢 依然不变 就说呢 个人的观察视角 日线层面就是长 留意的是这样的下跌 最终触发的是日线的达尔买的剧情 只不过呢 当前日线还没有出现底方 30分钟层面来讲的话 把这个位置30分钟线端上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当成30分钟线端下 那么的观察 线端下之后 随时会展开新的30分钟上的层面 来构筑新的30分钟层 那么五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已经趋势下的延续 然后呢 趋势下的延续 小地段的离开内部一分钟的 结构饱满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随时可以上演 先上演一分钟的转折 这也是个人判断这个位置呢 将觉处逢生 只不过对于很多散户很多的 呃 规伍来讲 你是否还敢信呢 其实对于散户的心态 其实已经达到了某种极限 就说呢 消互的声音多了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呃 压抑充满力气 各种一些呃 因为看不到希望 所以呢 绝望 而且呢 再三的绝望的话呢 那么会达到一种呃 心理上面的心理上面的一种呃 就说呢 对于股市已经不是用理性 用眼睛去观察的 而是一种情绪 那么呢 这里面其实有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哎 哪里是股市分明是炼狱 那么呢 修缠的态度 或者修缠的 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什么视角呢 我们就把它当成炼狱 来去看待 那么在炼狱当中 最终能够走出来的 必然会成为魔王 般的存在 好 那么如果说走不出来的 那么最终就会沦为 孤魂 噎鬼 沦为什么呢 饱受磨难 饱受折磨过之后 最终的话呢 惨淡收场 只留下一身伤痛 不管是身体上的 还是心理上的 甚至说呢 灵魂上面的伤痛 但是呢 如果说自己 不管说 心情怎么样 还在股市 还没有真正的离开股市 或者说呢 还想在股市当中去 更多的还是要 想到如何能够 最终走出来 能够当自己上演 成为魔王 当然的存在 这才是核心 那么我们再来看板块的一个视角 板块视角的话呢 在昨天 因为昨天晚上八点就九点的话呢 是呃 学员培训班的呃 课程 然后的话讲完课 之后的话呢 看到有不少粉丝呢 留意留言呃 咨询关于半导体的呃方向的呃 包括个股也好 半导体方向也好 当时的话呢 给出这样的一个态度 其实昨天半导体板块呢 是有异动的 这个异动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列出像昨天前面的半导体的风向标 前期的风向标 他台积股份啊 贝林 嗯 上海贝林也好 有异动 但是呢 他没有渲染开来 就是没有引起整个板块的转型效应 而且的话呢 当时对应的像维尔股份 昨天呢 也是属于高业绩的呃 你半年报业绩 半年报大折 呈现的是高开低走 对于方向是有一个打击 但是呢 就所以说呢 白白浪费了台积股份和上海贝林的异动 没有传染开来 所以说呢 指出半导体板块 昨天是有点可惜了 但是呢 这是昨天晚上休息之前 在 抖音上面呢 分享了图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明天依旧重点观察 市场能否脾气台来 而且呢 当时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察力 说一分钟走势的 呃 结构 五分钟走势的结构 这是昨天晚上 呃 给大家进行在抖音上面分享的 关于图文的一种内容 因为在头条里面好像图文呢 不怎么推 呃 很多朋友呢 很多粉丝看不到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板块的一个表达 板块表达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对应了 在上午盘当中 一啊 现在无形当中已经大面积的呃 体材科技方向已经翻红了 但是在上午盘一度只有什么呢 半导体芯片 其次的话呢 就消费变值 而消费变值的话呢 其实在昨天也有一种 昨天一动是哪一个呢 是灵异制造 灵异制造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在昨天一度达到什么呢 一度达到呃 逼近涨停 但是呢 包括呢 这里面的像东山精密好等等 也有表现 但是他们因为市场核心的话呢 还是在于市场的情 心理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 而且呢市场的情绪 也达到真正的冰免 什么是冰免呢 昨天 上证或者盘面 总共呢 就二十几家个股 涨停 PKST股 PK 所谓的低价股 其实呢 只有什么呢 只有十几家个股涨停 康康打来五千多家 之个股 只有十几只涨停 说起来真的是挺丢人的 真的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下发生了 所以说呢 对应了 他就属于情绪已经达到冰点 至于说冰点之后 能会不会还有冰点 不知道 但是呢 当下你这个位置的话呢 实际上是要睁亮眼 擦亮眼睛去细看的 当然了 即便如此啊 即便个人更观察 或者是更期待 这个位置会不会上演 角度逢生 但是呢 核心还是要看什么呢 还是要看 它能不能引起赚钱效应的传导 什么叫赚钱效应的传导的话呢 例如说 就拿半导的芯片也好 消费电子也好 那么呢 资金在这个方向表现的怎么样 那么呢 在明天或者是在后面几天 该方向能不能有延续 核心的话呢 只要说有一个方向 或者有相应的体材 能够出现明显的延续性 那么才能够赢 才能够赢来一部分 率先赢来的是 一些先手的资金 或者是一些什么的 有自己独立判断的资金的去把握 如果说呢 它能够穿导开来 就能够赢 就能够逐步的去改善 市场的情绪 是呢 情绪当赚钱效应 一天两天能够足够持续 才能够逐渐的去改变市场 对股市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而当前来看的话呢 信心不是一天能够逆软了 所以说呢 对于当前而言 看个人的能力和灵敏度了 那么像消费电子里面的 像行为通信 那么当前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他就之前也是点评过 这也是学员前面 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对应的包括什么呢 像半导体里面 像全制科技 这也是在前面 我看到留言的人比较多 那么在今天早上 早上的话呢 那么在六七点钟嘛 当时的话呢 本来按计划是分享更新 查订基础的 但是呢 这两天看到留言的 关于半导体 关于一些个股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说呢就更新了 关于半导体板块 以及呢 半导体相关个股的 这样点评 大家呢 可以再去回看一下 还是最起码的话呢 观察上面 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理性 而且的话呢 强弱只需要观察 不需要科技分析 那么当前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至于说你信不信不重要 你怎么想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资金有没有动 资金动了 有那么的延续 资金动了 代表的是 有资金 对某个方向 是有动作 或者是有企图的 那么有能够延续 就能够 触发赚钱效应的展开 资金不能延续 一切都是百搭 而当前来看呢 像今天上午盘 半导体 其实量呢 已经接逼近了 昨天的量能了 比如说呢 它是明显有方量的 你也有方量的话呢 代表的是什么呢 而且半导体里面很多 很多个股的表现 它实际上是一些前面 不管是前期的风向标也好 包括一些历史上有标速度比较高的个股也好 其实这里面的话呢 它是什么资金把握的呢 百分之九成九的 对应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机构资金或者非散户资金 当然了也有什么呢 不能说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都不到 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一些散户 一些什么呢 一些一些真真正正的化身刺客般的存在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就是凌驾于情绪之上的 所以说呢 任何时候不要让自己陷入情绪里面 而是要想要是睁大眼睛去冷静的去观察 好 那么对于当前市场的一个判断来讲 虽然说大盘在心低 创业版只说呢 还是在不断心低的状态 不管是深圳成直也好 婚人三败也好 等等都属于什么呢 不断心低 但是呢 你要是看细节的话呢 这个位置认为呢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反弹的概率 要逐渐的再增高 至于我反弹过 做事不是和类似于前面一样 反弹个一两天两三天 或者是没有反弹起来 又机遇心低 深浪机遇杀恐慌 不排除任何一种可能 但是呢 如果说在真的触发了 看的是什么呢 中期观察的是三层的充足固件 短期的话呢 那么一分钟结构饱满 五分钟的话呢 趋势延续 后面最起码呢 你可以先期待一个什么呢 最起码接下来是可以期待 在两千九百点 附近今天最低已经达到两千九百零四了嘛 是可以期待 新的日先比生长的可能的 虽然说这个位置还没有出现底分了 这样讲还是稍稍早了一点点 但是呢 是可以这样进行期待 从地度比的商业相连嘛 至于说他能不能延续到时候 再出去跟也说呢 这个位置就没有必要盲目的去悲观 盲目的去绝望 即便有人想要消负 那么也不要在这个级点 最起码来反弹如果说力度比较弱 然后呢很多大的问题没有 没有没有得到解决 就进一步恶化了 这个节点的话 个人是更 更看好后视的 可能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绝大部分人是吐槽 或者是谩骂甚至不信 但是呢 前面咱们在三千一百七十四附近的时候呢 讲到磨的活祸 三千点上方的时候呢 讲到防范破三千没有增量 一旦破三千发生踩踏 三连羊的时候呢 讲到不要被三连羊所骗了 那么已经经历了 连续五天的这种下跌调整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个人更看好 角处逢生 然后的话呢 拐脸出新的转折 这个转折能不能延续 需要去跟 这是当前态度是 比较鲜明的 好 后面呢 再去观察跟踪 好 喜欢到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